山西一位66岁农民 用八年时间潜心绘制出一幅300米的罗汉图长卷 图中1250名罗汉 面相各异 神态迥然 画风飘逸凌空 令人惊叹 这位66岁的农民 便是山西省新州市代县佛教尼塑彩绘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传承人张湛平 3月20日 张湛平老人在自己的家中 向记者展示他创作的300米 佛说1250人聚集是大阿罗汉图长卷 记者看到 此图使用传统公笔画绘画技法自在构图而成 300米长卷共分为9卷 每卷重达5公斤 宽69公分 最初的初种就是操作500 到了2011年的话 我走下这个 就自己要是行李表 就产生了一个画一个大的抓屏法 这个大的抓屏法就是佛说1250人就介绍大阿罗汉 所以我在这个操作中的话呢 就是求持有许多佛教中的这些好多这个江德里特的故事 张湛平自由爱好绘画 少年时拜当地雕塑彩绘大师为师 学习绘画技艺 学有所成后 便在当地吉州边寺院雕塑佛像彩绘壁画 曾为河南开封大象国寺 尼塑彩绘罗汉像 为五台山普画寺雕塑十八怪罗汉像 有张塑怪罗汉之称 但绘画此长卷却让他遇到很多困难 他也数次想要放弃 所以说以这个人物或设计小用 设计这个的胡销加哈 比较这个耐度大 但是我在这个祭司在这个操作中的话呢 盖甲道路好比较耐度很大 所以自己有佛气烈 但是祭司的话呢 也有这个朋友的这个鼓励 和妻子孩子们的这个鼓励 我还是劫持在八年之内 把这个画绘画完成了 在绘画完成后 张湛平又花费四万元人民币 将其精致表装 并进行了小范围的展出 希望借此宣传这项彩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使绘画艺术发扬传承 目前张湛平正在准备将这幅长卷 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 只要我也是准备 需要上报世界经济史 可能的话能上报世界经济史 我的意思也就是需要搞一个 非物质的话呢 那艺术带整的艺术 传承这个艺术馆 陪要下一代 把咱们这个非物质传承的艺术 艺术和绘画艺术呢 传承下去 发药高达 我给你留学的艺术 并且锯子 让我们把艺术过程 那还是不腿 并且锯子